观众朋友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现在动物发露已经非常好看了 而且随着剧情的不断深入 我们还了解了很多之前没有看到过的事情 就比如大陆复仇片里面 我们看到比比东剧派的人物 大家都知道比比东就是五文殿的教皇 唐三可以说是最讨厌比比东的 因为五文殿和他们家有着很深的渊源 唐三母亲就是因为五文殿的追杀 然后被迫献祭给了自己的父亲 所以说当唐三变得更加的强大之后 他就想要去报仇了 不过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他们报仇的地方 而且比比东也是不敢轻易对唐三动手的 比比东最害怕的人应该就是唐成了 他们两个的渊源也是非常深的 而且他们两个已经打斗过无数次了 但都没有分出胜负 而唐成则是唐三的老祖宗 他应该要喊他一声孙祖父 所以说我们应该马上就能看到他们两个精彩对决了 毕竟唐成到现在他还没有真正的出现过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见